在5月2号的时候 我们家的一窝杰克罗素梗诞生了 一共下了五个仔 提前做了很大的准备 包括买注射器 买推管 买羊奶 母狗刚开始提前 给它吃的一些东西啊 都是很新鲜的去照料它 结果还是有两只 没有发育完整 毛眉长齐 不管是用注射器用梁奶 推到胃里面 还是没有挽救它 两只嘎了 在以后这种没有发育完整的狗啊 我们家兄弟们如果说 碰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都没那个必要 浪费钱的 难得救火 很难很难 一共还剩下三只存活的啊 这个呢是 老大 胖嘟嘟的 老大这里有个点啊 叫一点啊 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吧 宫的 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老二 老二也是个宫的 老二的是个海盗 还有一个就是老三 老三的是妹妹 老三是个母的 这个老三呢 干净 屁股后面一个小童前 杰克罗素的话 活跃度很高 杰克罗素的话呀 兴奋度也高 吃的少 会看家 会抓老鼠 特漂亮 我今天呢 就是想跟他断个尾 不知道 断了还是不断的 我还是想 清取一下我们老铁的意见 出售一个二手网哈 上边两指松 下边两指紧 用的是小坠的 老工艺哈 小坠的 进口胶丝线 掉好多高度 四米六 小飞网 小细线号 打远用的 进口胶丝的 全网的重量不是特别重 六斤 五六两吧 六斤半多点 可以看一下 发货 三百七 四起 有一个 二十网 上边 是那个 十二套 下边是十四套 上边是 八点二公分网眼 下边是 七点八 公分网眼 上边是用的 零点四零线 下边用的零点四五线 人工杂坠着 正翻双手扣 全网重量 十斤半 加重的 要得抓紧 兄弟们看一下 出出一个二手网 四指的网眼 掉好多高度 四米五 全网的重量 十一点一斤 没上手绳的重量 十一点一斤 加重款 小细线号 正翻双手扣 看一下 上个铜油 橙色可以 要得抓紧 现货 就这一条 打那个鲤鱼 花莲白莲 都没问题 要得抓紧了 这一条 两指的网眼 挺两指的网眼 掉好多高度 四米一 四米二 全网的重量 得要达到 九斤半 到十斤 加重款 双扣 也领八边二代 打的马线 人工质的 二十五 高尚往通油